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姜yll的工作 主持人 王爱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晚安 欢迎你再次准时收看 我们的姐妹套新话 其实在人生当中 有时候像很久以前 有一句广告词是 我是在当了爸爸之后 才知道如何当爸爸的 很多学问都是你碰到了之后 你才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会 那我该怎么去面对 尤其我们今天要聊的 其实常在节目中讲的是 婚姻当中夫妻的相处 但是其实现在新时代的观念 我们知道当然离婚率是非常的高 问题是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不用像上一代一样 好像处不合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前身上下眼都要闭起来 还熬不过去的时候 喝苦为难 这个组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那我们就离开就好了 所以其实离婚它也是一门学问 如果说你到那个时候才学的话 可能你会有很多的损失 你自己不太了解 那今天其实我要非常谢谢 而且前来节目的这些贵宾 因为他们等于是说用人生的血泪 来告诉我们他们过来人的经验 他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度过了两次的婚姻 仍然非常开心的欢欢 知名艺人欢欢经历过两次婚姻 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 但是与前夫还是保持良好的关系 被囚的人还是非常多 但是如果说我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觉得你还会想再踏入婚姻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离婚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是对方的错 可是我会自己反省 可能我本来就不适合婚姻跟家庭 我会有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不一定要选择这个形式 对 我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形式 那我肯定有朋友 那我不一定要把自己锁在那个所谓的 离婚的框框里面 或者是结婚的框框里面 都应该出来的 好 所以追他的人现在心里有数了 所以好好相处比较重要 接下来这位呢 他今天能来我要谢谢他 因为也是这一两年来 一直看到他的新闻 然后也很心疼他 也很关心他 欢迎王佳佳 谢谢佳佳 建议员王佳佳 06年与老公认识不到一个月闪婚 08年老公提出离婚 目前两人分居中 现在一切都好吗 很好啊 就是一个人带着小孩对不对 泪丹青 泪丹青 现在是婚姻状态纯绪中 但是没有S 纯绪中吗 就是I N G 但是没有对 婚姻状态是纯绪中的啊 对啊 分居中但是没有离婚 那偶尔还是会在影剧版 看到另外一半的消息的感觉是什么 就无奈 无奈 为什么要无奈 因为他对他的行为负责啊 我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不离了呢 对啊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嘛 就是说其实离婚有很多的前提 跟附加的条件啊 因为结婚其实已经是冲动 离婚更不可以炒帅 对不对大家 好 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 因为离婚要讨论的事情项目蛮多的 对 那我也没想到这位帅哥呢 他居然在这个26岁结婚 然后婚姻的时候维持了9个月 哦 我不知道他有这样子的过去耶 欢迎我们的钟伯 是 OK 因为我也忘了 是制作单位打给我说 你忘了 对啊 不是钟伯哥说你离过婚 我本来第一句话说 谁跟你离过婚 所以快想想 谁 对啊 好像 十几年前 所以那是处理的算是明快吗 对 快点他都记不出来 对 结的也明快 离的也明快 只差没有自己报道自己而已 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牵扯 就是牵字 然后就散这样 反而是离婚之前牵扯 牵了很久 扯了很久 那是感情上的牵扯还是其他的 就是离婚一定有原因吧 是 比方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让他疑心病开始大做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子 我做记者 那陶子你自己也是学这个的 你很清楚 我们这一行 没日没夜的 电话天天响 打来的人 你都要很客气的跟他说 真的 不管他是男是女 另一半真的会吃醋 也容易起疑 你一定常收到很多酒店的简讯 对 我没有任何意思 因为我都收到 我的意思是 但当然我老婆 那时候我前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是因为我们出差 那时候我去 那很瞎 我现在讲了 可能你们在座的人都说我说谎 可是我发誓是真的 那时候我去出差 我刚才住了一个饭店 那个一进房间 那个脚踩到地毯 那个毛是长的 所以你脚会不见 我说 这个表商招待我们这么高级的饭店 但就因为毛太长了 所以过敏 结果我那次回来 哪里过敏 一定是应该含全是 请问一下 这是几点不会接 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你先告诉我几点 我可以告诉你有哪里过敏 是一个 每个人都可能发生 对啊 你为什么要 12点重播 OK 好 就过敏 那过 过到上半部来了 还是下半全部 上半部 过到最后来了 蛤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 那个敏没有消除 哦 对 那 看起来像草莓吗 对 每个人对 每个人对敏的解读不同 你如果有完六合彩来看 一定是敏牌 对 但是 但是老婆来看就不一样了 这一点是什么 什么意思 strawberry嘛 草莓嘛 我帮你改天发皮肤科的权威 来解释一下好了 可以啊 对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地毯过长 造成你们的离婚 草莓 刚结没多久 然后就为这草快一点 然后就只好离婚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草法是很可怕的 就是早上七点要上班 半夜四点他 他我们也能草 好 结果后来就受不了 受不了之后就跑到了 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请客 就是很单纯的一种 结婚宜事 对 公正 然后离也方便 因为没有人知道了 他就跑到护正室村去 心结好重 然后到护正宿所 然后到护正宿所 我们就上去 然后两个很有个性 离就离 签了 不是签 就是签是早就在家里签好了 到那边 然后登记完毕 一下来 两个都后悔了 蛤 那又不好意思再上楼 麻烦了 你跟我儿子买扇子 有什么两样 上上下下 又会了吗 所以事实上你事实上是有点后悔的 很后悔 我们两个边都很后悔 所以后来又在一起 现在还在一起 没有 后来在一起 但是又分 但我要讲的是说 后来又在一起 就在一起可久了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 在我对面有三位专家 其实他们看过的这个故事更多 然后知道这当中有很多的 为什么这么牵扯 然后有很多的考量 不是只有自己的时候可能更复杂 第一位欢迎我们的蔡惠子律师 大家好 我要提醒大家 生病了才吃药是没有用的 了解 一定要懂得怎么保养强身 就是不会生病 而且生病的很快就会好 了解 待会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是 中华民国婚姻危机协会理事长 邱金华邱理事长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这个作家王庆林小姐 知名作家王庆林曾经外遇成为第三者 走过非婚生子离婚 但最后还是拥有圆满的婚姻 庆林你是写了一本书叫做 亲爱的我们还要不要一起走下去 其实因为你自己也是这个 走过一些这个 就是包括像我们刚刚的离婚也有 对不对 而且离婚那时候好像也是因为这个感情状态 是因为我外遇了 你外遇 然后老公发现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 刚开始他没有发现 是我后来怀了外面的人的孩子 然后我不敢讲 然后婚姻还是继续维持当中 也IMG了 然后一直到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隐瞒下去 因为我很大的忧疑症 然后我就选择告诉我的前夫 当然就很轰动 可是但这件事情 我现在回头看 我觉得其实对离婚的态度改变了 对未来的下一段婚姻的态度 就整个改观了 我现在有另外一段婚姻很好 非常好 所以你那个主要的改变是什么 比如说一般社会当中对离婚的看法 当然是觉得决裂嘛 对 然后不管在感情 或是在很多关系上 可能都会撕裂 可是现在你对离婚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事实上第一段婚姻是在学习 会吵会打 然后甚至会 我那时候还闹过自杀 其实就是刚开始结婚了 他到九个月 其实我觉得结婚三个月 我就觉得受不了婚姻 然后我们在第一段婚姻 维持四年没有生孩子 然后各玩各的 那其实我的前夫 给我很大的空间 但是那个空间大到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关心我 尤其是女孩子对婚姻 其实他有很多的幻想 觉得一结了婚应该还是像那种 你知道像恋爱的感觉 很甜蜜 对完全手牵手一散步 完全没有 就柴米油盐这样住场 那我心里想 如果再生了孩子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死不生小孩 所以我后来是 因为太空虚了 然后我工作赚很多钱 然后我就爱上了 我办公室的男同事 那时候刚好 他也很优秀 这时候电机前面很多男生都 你们女人很难搞 对 你看什么都要又要浪漫 没错 然后对方也有婚姻 然后也没有生孩子 所以那时候真是 像烂八年党一样 你这个历史真的是很多的 风风无疑走来 我后来第二段婚姻 现在维持第十二年 这中间我发现我们吵的事情 跟我以前在婚姻那四年 吵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才警觉到 我觉得要变的不是我的婚姻对象 就是我自己 可是我觉得他那招很棒 什么 就 他自己去外孕 一般都男生外孕 不是说 好厉害的 棒的点 男生 棒的顶动 一般男生外孕 他外孕多棒啊 就是这么 就 应该 就是说我们本前部 当然不是鼓励外孕 对 只是鼓励 鼓励大家的自觉 对 对 你自己还是不要 你自己把你自己 放在一个分量上面 而不要说 好像